可能是約會考你沒有朋友 因為約會你很煩 這是有儀的考驗 其實我經常跟人說 我那七年是做了十四年 真的覺得值得 其實很多大四或第二層的公司 現在都請很多不是戶口的學生 其實他們想有不同意識的人 在一個討論公司裏面 譬如我自己是讀戶口出身 可能我們看的東西是這部份 當我隔壁的同齊 可能是其他學生出身 其實我接收的知識都會增加了 QP就真的因人而異 看你自己是否有紀律 如果你真的有安排事家 他真的認真去讀QP的話 你通過後可能加薪 等錢花費你就讀好一點